快乐 所以 昨天 很多菩萨撒了很多饲料 所以一大早就有很多很多的鸟 白色的鸟 后来有海鸥 后来鸭子 因为他们这边走来走去 是因为我们的慈悲 所以就像我们把饭菜供养父母 给子女吃一样 所以我把早上这个井定了一个名字 也叫慈悲的风景 所以除了能够融于当地的这种平静 自然 我们又做了这么多慈悲的功德 我想慈悲不分任何法门 水也好 念佛也好 慈祝也好 诵经也好 法就是慈悲的意思 慈悲以不伤害为基本 以忍辱为因缘 进一步呢 生起了悲心 以菩提心为最后目标 以普度众生为圆满 所以意思是说 希望各位这一次回去以后 每个人看到你 就像看到这个经一样 因为有一个慈悲心 他充满的心的人 他充满了慈悲的功德 给别人一种慈悲的力量 就像每一尊佛菩萨 他的力量就是空性展现出来的慈悲 所以圆满了 所以圆满了菩提心 所以以后各位呢 就开始学习这样静静的 慢慢的 却充满力量 一直在射受的这些花草树木 那我也认为 这些鸟一定会很想各位 所以这些众生也会很想各位 隔壁的这些战士纪念碑 我更想各位 意思是说 作为一个修行人 要让众生意念你 这是慈悲 就像观音菩萨 希望我们经常意念他 经常意念他 因为你意念他 他就可以把他的慈悲心融入给你 所以阿弥陀佛希望我们一直意念他 那阿弥陀佛就可以展现他成佛的目的 所以 做小孩子的意念妈妈 那这个小孩子就平安 只是我们离开这个地方有个人可能意念的不一样 我的人民币呢 股票呢 我儿子在哪里呢 那你又开始痛苦了 所以等一下会最后还送一本 昨天台湾这几天才印 另外一位女居士刚刚送过来 《金刚波罗不罗密经》 那《金刚经》说 这部经所在之处 为佛 佛陀所在之处 所以阿尼多罗 非阿尼多罗 名为阿尼多罗 三秒三不提 这《金刚经》的很特殊的一句话 就是说 因为你了解他的本体 都是一切法必经空 离一切向极前诸佛 那你了解他 你就懂得用他 就像各位在用感情一样 你不懂得感情 你去用感情 那这感情会烧死你 那你苦一辈子 但是你懂得用感情 才去用感情 那就变成大慈大悲 多快乐 多自在 我想就像各位在 在布施这些饲料 焉供 你都知道说 布施完它就烧掉了 布施到水里面 它们吃掉了 你不执着的 那是唯一的目的呢 就是慈悲 慈悲可以帮助对方 对方需要什么 我们就给什么 所以我们把金凡 插在那边 我们李自雄菩萨说 师父 能不能跟他们讲 这个金凡 插到明年 他还在 我说 那个是梦想 因为对方 搞不好不让你插 搞不好给你放在地上 对不对 搞不好给你丢在仓库 所以我认为 无形地放在这边飘就好了 但是有形呢 要看情况 就像我们不能把这个佛像 摆在这边 这个佛像不过是一个 印刷品 印刷品对我们来讲 我们就看到真相了 就这么简单 所以后面这娑婆三生 庄不庄严 庄严 所以各位要经常看 所以佛像越大 功德越大 最好在你家里有一张叫 等身像 等身就是跟你一样大小的 那你会觉得 把佛人格化 当然做的大 是叫大雄 就让我们觉得 哇 这个佛的菩提心 这么壮严 所以 当然你身上 带个佛像 最好 但是带佛像 你不要带久了 变麻 麻木不忍 忘了它的存在 随时要碰一碰 观音是此悲 任何佛像 都要保持 保持我们的动机 当然这些佛像 并不是说 我带在身上 我开车不会撞到 鬼不会来找我 那你这个心态 又很自私 这个佛像是因为 我带了很多佛像 就可以降服我的贪嗔痴 愤怒尊 极净尊 可以显现我的慈悲 就算有鬼 所以有些菩萨参加我说 师父 我又被卡到了 我整个人说 你好像不太慈悲 因为你排斥他 你排斥他 他卡到你 你就会生病 因为你跟他对立 所以如果妈妈来抱你 你怎么会对立 你抱紧一点 这个叫什么 接触得解脱 对 希望他接触到你 他就感受到你的悲心 所以我想各位一定要 不能排斥 不能对立 当然一般人 他发觉 我去超度了 我去护墓 回来又有众生了 那怎么都渡不掉了 师父 这样我就不想去了 那我跟他说 因为你如果 努力在慈悲 那几亿个碰到你身体都超度 就像释迦牟尼佛做那只大蟒蛇 被刮皮以后 那些蚂蚁在吃他的肉 佛陀想的是 愿你吃我肉的因缘 跟扛我 把我皮的人 将来我成佛以后 你们都得度 佛陀不是排斥 那各位这一点重要 我们是学佛的人 学佛的你要用佛的想法 不能用你自己的想法 不然你永远都怕鬼 永远都怕又惹上了 所以我常讲 这个惹上 找出你的业障多好 对不对 就像你身上有湿湿的 风一吹 哎呦 凉会感冒 那是因为你身上有湿湿的 流汗的人吹风会感冒 那是提醒你身上有湿湿的 你赶快把这个湿的擦干了 那就没问题了 所以当然我们学佛以后 第一个要学的就是 永远不抱怨 永远不怪别人 一切法为我心所造 我的心改变 世界就跟我改变 我们每个人的心都在参与着整个宇宙法界的运作 这个叫体悟空性 凡一切法都与我息息相关 所以早上也有一位 好像是大陆的尼菩萨 打了一个简讯 因为这个不是微信微博 不认识的 他说他老公有外遇 他很痛苦 他现在想要自杀 师父你看得见吗 怎么办 然后我看他的名字叫 菩提心善 这个还菩提心的 他的名字叫菩提心善 居然他老公有小善 他要自杀 然后他婆婆跟他吵架 这个名不符实 当然你不能舍弃他 所以我就赶快拍了一段 外面的鸭正在吃 吃那些食物 烟共 我又有穿的 我刚好也穿在 我很少穿这个东西 为了它我就拍了一段 然后我的意思是说 你看看这个慈悲的风景 多美啊 因为我告诉各位说 一个人他很负面的情绪的时候 你不要一直在跟他谈负面的情绪 你一跟他谈就逼死他 因为他跳不出这个 想要自杀 因为他觉得他很不甘愿 所以佛为什么要叫我们 念阿弥陀佛 我很苦很苦 念佛 念佛就好 你都不关心我 叫我念佛 念佛才是关心你嘛 就像小孩子跌倒 你不要问他哪里痛 你赶快转移他的注意力 他就OK了 所以我想各位要 你要了解佛陀 度众生的很多窍诀 很多方法 要么叫你看出真相 如果现在你还没办法 那你先看 看 转移 然后再回来看真相 那就是极乐世界的方便 世间好苦呢 念佛到净土 到了净土 然后他叫你回来看真相 这样就好了 那你就超越了 那这些你要经常去思维 佛陀为什么要讲金刚经 要讲地上经 讲花言经 所以祖师大德就要我们学看科判 也会学科判 为什么在这个 就像一部电影两个钟头 在什么时候是高潮 什么时候是怎么样 最后结尾怎么样 这个要把观众的情绪抓得很紧 让他两个钟头都忘了要 那个棒棒糖拿在手上都忘了吃 因为什么太精彩 所以我想我们要利益众生 那就要想办法要产生这种诱因 我们叫什么 魅力 如果你跟众生隔绝了 你不想要吸引他 但这个吸引他很可怕的 特别金刚秤 用这么庄严的颜色 甚至用双修相 如果一般人你看不懂 你会骂他 但是他要转换你 那个最高点 要变成一种佛法 悲之双运 所以他用强烈的颜色 用愤怒的形象 用好听的声音 用各种方法 所以这个末法 有时候你会觉得说 我们汉传佛教好像 有一点弱势 对不对 我现在藏传很流行 因为他的某一些颜色 表发 有一点神秘性 所以我想各位在这一点 当然汉传佛教也是如此 只是因为我们传统的做法 就像各位穿黑的 笑话我们来这边 不要穿黑的 老外呢 这群人是三K党的 穿黑的 所以我们在很多地方都改颜色 听说印尼都改成白色的 绿色的 比较鲜艳的 我有一次去参加法会 但他不会看你 因为他们的戒律 出家的女生不能看男生 但是就是很庄严 所以各位在不一样的时代 各位你去泰国看 泰国比丘穿个黄夹衫 在绿色的草地 很庄严的 所以我想每一个都是要显现那个 庄严 就像你去不丹 那些拉玛他们穿的鲜红色的 披上黄夹衫也很庄严 哪一天各位穿到 看到我穿一个黄海青 然后在红色夹衫 在巴黎一间 这个大家都会看你 他就要让你 就是要让你吸引别人 但是你吸引别人可以 但是目的要进入的是那种 那种态度 悲心意 所以这个态度很重要 学佛是一种态度 你对待人事物的 给人家的一个直觉的态度 因为对方不是佛教徒 所以我想各位 等一下要走 你们把房间整理得很好 本来那一位要去整理的 他要来整理 谁整理过了 老实说 我整理房间 我在大学读书 工读的时候 我整理房间 整理床是第一名的 所以被升起来做零班 那个浴缸 因为我都铺的 整整齐齐的 因为我觉得 这个也是个修行 艺术 对我来讲 我只是觉得 应该把它做好 因为一个人如果觉得说 我是个大学生 然后每天在帮人家洗浴缸 折棉被 我多丢脸 我不会觉得这样想 所以 好 所以各位要 要把每一个东西当作一个艺术 煮饭 插花 讲话 穿衣服 走路 都是一个艺术 千万不要忘了自己走路的知识 所以现在有手机很方便 你叫你的朋友 当你走走走走走 或你拍一张 看你怎么走的 你是在干嘛的 你是青蛙还是螳螂 还是机械人 所以 因为你 你很少去注意这个 像我是 我是禅宗的 我标准 是 我们朝动禅宗 禅宗的人走路 就是晃来晃去 所以有时候人家说 师父 你脚痛吗 有吗 我没有脚痛 你怎么这样晃 因为这个是禅宗的习惯 跳起来 想打坐那么久 跳起来就这样 比较火 那我发觉不是往我这样走 我们正话早上 我们两个走路就是祖孙 一走出去就知道 至少 这是代表 人家说我禅宗 我们叫禅盒子 这个还好听 我代表修行人在走路 我代表修行人在走路 所以 那我想这些 这些必须 把这些东西都融入在你的基因里面 基因 我们叫DNA 也叫阿赖耶士 那这个阿赖耶士 它就自然变成你的态度 所以我们为什么在寺庙里面 每天做同样的动作 但是很多人做同样的动作 他没有用不一样的心去做 他变成一种形式 对不对 虽然可能会被认严重 但是缺一点 一点空隙有没有 很烦恼 虽然把大悲之后倒背如流 却一点不慈悲 虽然很会念佛 但是很执着 对我们来讲就没意义 所以有很多小孩子 他妈妈学佛 有时候他妈妈硬把他带过来 我在那边 他说师父 你救救我妈妈 我说你妈妈不在学佛吗 我爸爸快发疯了 我这个妈妈 我们全家给他气死了 强迫我们吃树 天天给我们念 对不对 天天念念念 他嘴巴念佛 更会念小孩 更会念老公 人家是因为体悟上 是佛教徒 不好意思打他 那是因为 意思是说 所以我就跟一些女菩萨说 你是大家的压力 看到你就 我们就已经吃不下饭了 全家的气氛不见了 所以佛陀不会这样子的 但是因为你有这个执着 对立 这一点我认为在大陆很强 因为大陆学佛的人 是突然学佛 还抓住了 对对对对 我坚持到底 我大陆同胞真厉害 师父我学阉共了 我坚持天天阉共 我看你坚持多久 我的意思是说 你慈悲你想 我们是坚持慈悲 而不是坚持阉共 不能够离开慈悲 然后呢 随缘坐 随缘坐 怎么样坐 可以坐大就坐 不能坐大就坐小 水也可以因为悲心最重要 老实说各位看那个金凡 在那边风在那边吹 然后众生就可以脱离上二道 一个像各位受菩萨戒的 你赶快去站在风口啊 因为你受菩萨戒了 你如果用菩提心 你的呼吸 你的眼神 你的眼睛看对方 对方就点了一盏灯的功德了 因为你用菩提心的眼神 你用菩提心的声音 所以别人想到你就想到你的菩提心 因为菩提心是这个世界最大的力量 什么叫菩提心 包虚空 包法界 入所有众生心 菩提心是 你可以直接穿透到每一个众生的心 这个人恨 这个人快自杀了 你用菩提心 他马上就救他 因为菩提心可以超越一切 所以无法形容这叫无上的广大心 亮周杀戒 所以如果你用真实的菩提心 那你都穿透对方 就像电 一个人被电电到了全身都会 所以有些人去 去看到一些菩提心的老和尚 会不会哭啊 会哭 不知道在哭什么 哭得很快乐 哭得很感动 为什么 因为去碰到他的菩提心 是因为他生起菩提心 所以一个冷的人 或是一个经常在黑暗的地方 碰到光碰到热 他很感动的 所以我想我们受到菩萨戒 各位要保持生命的光跟热 热是一种悲心热忱 光是一种智慧 透过你让对方看到真相 一点烦恼都没有 见佛 念一下花开见佛 物无声 你看天天在念 莲花一开 看到阿弥陀佛 你就正空信 为什么 没烦恼 奇怪 你就看到真相 所以你能够见佛 福报很大 那要有累积的讯息 在极乐世界 等到花开要等多久 见佛就正空信 所以各位了解如此 对方骂你 没关系 你骂我你才会开悟 为什么 因为你只要保持你的菩提心 广秀功德 结果你骂我 欺负我 打我 伤害我 爱我 恨我 赞叹我 都没关系 这个缘就让对方得到你的功德 得到你的菩提心 那我想在这一点 那各位要开始去磨念 磨念 就是说 你要默默地在后面 告诉每一个人 我深爱的你 我愿你离苦 直至你成佛 我永不舍弃你 你要默默地 默默地展现出来 那当然各位现在有 有这些 电脑 微信网络 那你可以透过这个 去表达这个真爱 不是凸显你自己 我发现有些 有些女孩子 我们是要看佛法 也不是看你的脸 但是他们很喜欢 吼吼吼吼吼 然后呢 然后我就知道说 这个人是拜自己的 因为他在凸显他自己的漂亮 或是男人买一部好的车子 我今天换了一个漂亮的衣服 这个是一个强烈的自我意识 这个叫自入式行求 他要让你喜欢他 欣赏他的美 事实上这种人在心理学 他不会爱别人的 为什么 因为他爱自己超过别人 他希望自己被认识 被尊重 就像一个追求特权力的人 他要凸显自己 那对我们来讲 我们就觉得他好可惜 同样努力 却方向错误 动机错误 所以我想各位受罗菩萨界 你会想到生活上 有什么改变 那就是说 凡事都要以慈悲心 为对方成佛的菩提心 为动机 而且没有一个我跟你 这种对象的存在 包括我送什么东西给你 那这也是一个 假借这个因缘 他也是无字心空 这个叫三轮体空 但是你的动机 就保持无知 对日与于对任何个人 你对佛这么尊敬 很简单 你如何度那些孤魂业鬼 你把它当佛一样的尊敬 共花 共灯 共水 做给你 他就变佛 这个叫转化 拿摩西方极乐世界 把凡夫转化为佛 这样 化妆 阿弥陀佛神经色 把鬼变成佛一样的化妆 阿弥陀佛神经色 像好妆一样 你要把它转化 那当然你要转化对方 你必须喜欢转化你自己 转化你自己 就像刚刚我上来看到这个 很庄严的花 但是让别人看得很漂亮 但是里面却有秘密的咒语 颜色就是佛光 咒语就是见即解脱 透过风 希望大转法轮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方便 所以我想在草地 在沐沐区 擦几次 这次我们去欧洲很多地方 擦 就觉得很美 擦好以后 放个小烟共 风吹吹吹吹吹吹吹 就去利益众生 到底是 这个是佛法 还是这个是佛法 佛法 这个跟这个是平等 你不要说 这个是有生命 这个没生命的 是因为用悲心你误语祂生命 用悲心你误语你自己一个 真实的三宝的生命 所以对我们来讲 我这样说 各位难得在这边 充电了九天十天 这下回去 力量很强 但是要记得 每个礼拜要充电一次 这个叫六灾日 所以六灾日 初八 十四十五 二十三 最后两天 就像我们周休 一个月休六天一样 但是你要 你要让自己恢复 不是有所求的 我要念地藏经几遍 那你内心没有平静 没有悲心 去念地藏经 念九年会退转 因为力量死不出来 你要把这个地藏菩萨的本愿 使唤出来 那你要跟地藏菩萨 培养地藏菩萨的心态 跟菩提心 那这样来诵地藏经 让你跟地藏王菩萨合为一体 不但你跟地藏王菩萨合为一体 众生也变成地藏菩萨 心佛众生三无差别 也叫地藏经 地藏三昧 那你这样去念浦门品 念地藏经 念金刚经 所以它就会产生了 而且我们现在做成小本 希望各位多念几遍 每念一遍 或思维一遍 特别各位思维金刚经 那个福报 没有办法形容 所以里面解说思维 一句金刚经四季就超过 恒河沙供养三报功德 那你要功德吗 那你就说 所以做小本 坐飞机以后背下来 几句话背下来 经常不断地思维 思维 而且你要思维来净化自己 思维来净化众生 所以你每读诵一遍 每思维一遍 那它就会产生力量 做成金色就发光了 所以标准是蓝色光跟金色光 那这制作蓝色的 蓝色是不动的意思 所以不动如来 要是佛他们用 用这种蓝色的光 代表它的本愿不动 所以黄色的代表一种大般若 那无论如何 那你都可以观想 所以你在读金刚经的时候 你要观想 每一个字都在放光 我们中国的一位道教祖师 李淳阳祖师 他把金刚经磕在石头上 这样还在放光 这样的人把 欧玛尼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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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磕在石头上 那个石头风吹雨打 见即解脱 所以你身上能够摆着 这些讲空性 讲悲心 讲菩提心的 任何的三宝加持物 希望借过我们去帮助别人 去利益众生 就像你在街上 如果你愿意拿这次这样走 我全部人都会看你的 都在利益对方的 所以因为你的动机是对 总有人后来会来问你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你再跟他解释吧 当然在一个佛教的地区 人家会说你是伟大的 那现在他们还有一个 结缘品 他们也带来 叫做净土五经 那一位菩萨布施的 意思叫我们挂在手机上面 挂在手机上 现在的科技 可以做得这么好 然后还有要发各位的 结业证书 然后我们就念一下名字 那我想这只是一个 看起来很简单 但对各位却很重要 以后各位过海关 就拿这一本出来就好了 如果是一个佛教徒 马上出来 请到前面 头等上 好 各位现在拿到这个 菩萨界的界帖 里面写的是 放网经的经文 就是 十重四十八千界 那这个不分 在家出家 当然有些好像是对 出家菩萨制定的 至少你知道那个意思 那各位最好能够回去 就是读一遍 读一遍 从头到尾 佛陀为什么要这么说 那我们现在看一下 第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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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界第3 第4 这也是汉传佛教的 经水 25页 食肉界 若佛只 故 故意吃肉 一切众生肉 不得食 福食肉者 断大慈悲 佛性种子 如果我们要开发 佛性圆满 佛性菩提心 那你一吃肉 你这个 佛性种子 就故意把它断除掉 一切众生 见而舍去 因为你要度众生 老实说 像我们不吃肉了 去给食物 给那些鸭子鸟 它会过来的 那些因为杀生 吃肉 堕落二轨道的 它会过来的 但是你一吃 它觉得你很恐怖 它就会离开你 那菩萨要度众生 当然要让众生 接近你 而不要众生 怕你 所以吃肉者 一切众生 见而舍去 事故一切菩萨 不得食一切众生肉 食肉者得无量罪 晚上不好睡 敌人多 身体不好 不解好缘 若故食者犯轻垢罪 所以你故意吃 当然有时候 各位去外面吃饭 这个怎么煮了这么好吃 像肉 那是真肉 那怎么办 那你就停下来就好 不是说全部吐出来 因为你不是故意的 所以不要吃肉 免得伤害我们的慈悲心 或是佛性种子 第四 十五心 葱 蒜 韭菜 有五种 一般讲的就是 后面有写 若佛子不得十五心 大蒜 后面 这个怎么念 个冲 慈冲 蓝冲 欣喜 四五心 一切食中 不得食 若故食者 反轻垢罪 因为你吃这个 那些鬼神会生气 天神会讨厌 那一些很多鬼神 就会 附在你嘴巴 所以你讲话 诵经的时候 就会有障碍 然后 以后 深烫的味道不好 别人走过你身边 就不舒服 很多众生 走过你身边 不舒服 有吃的人 像各位 现在没吃冲算了 你一闻到别人吃 你就会不舒服 也没办法打坐 所以 那这两条是因为 你为了利益众生 让众生 喜欢你 接近你 而且不会伤害到自己的禅定 这个冲算 生吃得撑 你要吃 生的来吃 很容易生气 熟吃得盈 那你 煮熟的吃 很容易犯难理盈欲 心不安定 就这个意思 这两条 那可能要 特别 注意 再来 重界的部分 请翻到二十页 虽然昨天是六众 但事实上这个 很重要 第七 二十页 第七 自战毁他界 若佛子 就是说你受到菩萨界了 自战毁他 说自己好 别人不好 我们国家好 其他人不好 我们东方人好 西方人不好 我们佛教好 其他宗教 这个都不能讲了 或甚至 为了拉生意 为了拉信徒 有这种厉害关系 你总会说 这个比较好 自己比较好 自己的东西比较好 所以自战毁他 一教人自战毁他 为了你的公司 乃至你的道场 你 要你的信徒去外面讲 我们这个法蛮好 所以有时候 太标榜自己法门好了 要小心 要小心 所以我师父堂交代 海道师 以后人家问你什么是法门 你是修什么法门的 你只能讲一种 成佛法门 所以我记得我也有一次 参加什么佛教会议 他们酝酿我填哪一宗 他说 务必填血 那你知道我怎么填 全部打勾 每个人都打一个 就我一个 全部打勾 他们还叫我去问 你为什么全部打勾 佛法呀 但是传统的观念 他认为说 你是属于哪一个宗派 不能改变 特别在日本 在韩国 你是真言宗 你就不是净土宗 你是净土宗 你就不是真言宗 你是日言宗 你就不能参与那个宗 藏传佛教有 偶尔除了利美运动 后来有人改变 不然属于固定的宗派 不能改变 这个有一点要小心 对自己修学佛法是还好 但是如果要利益众生 你就不能有颜色 对不对 所以我们修行人叫 出现人叫方外人士 就是脱离世间的 对立的状态 脱离世间 所以不参与哪一边 因为大家都同一边 为了众生 所以毁他因 毁他缘 毁他法 毁他业 为了说自己好 那是为了一些现前的利益 或思想冲突 我们就诋毁 他的各种原因 那是因缘 那是方法 照做这个 你真的把这个讯息传出去了 某某某某某某 到场不好 某某什么不好 为什么这样不能毁 虽然这个人错 但是你公开诋毁他 他就会恨你 那恨你以后 那你就等于舍弃对方 知道吧 因为对方 他就不能够原谅你 反而会伤害 那如果当然 不叫你们讲动机 就算我是法官 我必须判你罪 那我会跟你说 哎呀 我对不起 我这个法官 按照法律 你犯了这一条 我们就尽量的 减低你的 要让对方理解你 但是我认识 有一些法官 你这小子 对着骂 法官不能用情绪的 对不对 虽然他犯错 但是 我们要如何感化教化他 他已经够可怜 要被抓去关了 但是你不能跟他解恶缘 而菩萨应待一切众生 受加毁辱 所以菩萨要待众生毁辱 怎么还故意 去伤害对方 后面这几句话很重要 恶事向自己 好事与别人 这个要背下来 是他教化 不对的都是我不对 对方对 那你不能倒过来 自占毁 他还说对方不对 若自养己得 引他人好事 令他人受毁者 是菩萨 菩萨一罪 你没有 菩萨一罪 没有资格做菩萨了 毁了菩提心了 你要重新受戒了 要好好忏悔了 所以这一条 各位多思维 那你要养成习惯 因为我发现 我也认识很多法师 他虽然知道这个戒律 但是他没有用在心里面 当他讲到佛教的事情的时候 或是其他宗教 他马上就 就杀下去 骂外道 骂得很凶 骂其他宗教 骂得很凶 所以不能这么做 别人不好 我们心里知道 那我们只能说 希望他们有机会 跟我们一样 有这个福报 也能够听闻真理 就要这样子倒回来 先要赞叹对方 某某每一个宗教 都是想要离苦升天 离苦得乐的 所以慢慢引导对方 给对方一个 参考性的答案而已 而不要去讲对方的错 因为你讲对方错 他反而伤害你 就像神通第一 木剑园被打得扁扁了 所以因为他讲话的方式 去伤害到对方的自尊心 第八 奸习加毁戒 若佛子自奸 教人奸 乃至制造奸贪的 因 缘 法 造了业 而菩萨见一切贫穷人来骑着 随钱人所需 一切给予 你既然要发心做菩萨 你就是要跟他结缘 哪怕我在印尼 很多菩萨教师父 因为印尼很多 停在红绿灯 就有很多人过来 乃至到印度还特别多 那往往导游就告诉很多信徒 你们千万不要给他 千万不要给他 免得养成他 不想要去读书的习惯 但是这样不慈悲 后来我就跟信徒说 你还是要给他 然后把功德回向给他 也希望你好好去学校读书 因为你给他 跟他劝他 跟导游跟他对立那不一样 后来那个导游就生气了 你们都不听我的 我说我没有听 我没有不听你 我听佛陀的 当然导游小费给他多一点 那就OK了 这还不简单 所以我每次参加 就先给小费 很多旅行社不行不行 要等到最后一天才给 那这个导游就跟我们的关系 就是一种压力 对不对 不是一种诚恳 你第一天就全部小费给了 最后呢 随缘大家再感恩再给 那不是做生意了 那那个导游 坏人也会变好人 是如此的 所以各位 菩萨你要用各种善巧方便 去度对吧 那特别这些 像我们想要请他 如果你去印度你才知道 一块 阿弥陀佛 再一块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至少念个佛 对不对 都快乐 所以阿弥陀佛 那天你们听詹江凡 阿弥陀佛做鱼 让那些人念佛 念大声的鱼肉越好吃 那是阿弥陀佛显现的 所以后来整个岛都没人了 因为统统往生净土了 阿弥陀佛画最好吃的鱼 来度他们 所以不会吝啬自己 或怕自己受苦 所以要随前面人所需要的 帮助他 而菩萨以恶心称心 乃至不失一钱一争一草 甚至跟你问佛法 有求法者 不会说一句一记 你至少讲一句他适合的 他问你的问题不见得是正确的 但是你就真的没时间了 另外一回事 但至少你能够跟他说了 所以一围成许法也没关系 而反更罵辱者 你这个人没资格问我话 那不行啊 所以这样就破了菩萨终结了 所以这两条 那各位呢 就像各位这几天 你们发现我们天天都有解缘品 对不对啊 各位不要光拿回去换你啊 看到人就 身上带好的都是要送给对方的 有些菩萨很聪明 每次跟他说 师父我不要你的 我要你手上那一条 好 我找没问题了 我后面好多条的 不过老实说 我每次带我都很认真念 因为这个 好在他还要要了 人家要都不要了 他要了他就可以得到佛法的价值 所以你要时时刻刻 佛萨是一个随时准备布施 乃至奉献生命的人 翻过来第九 所以呢 不能骄傲 不能牵贪 不能称慧 所谓自占毁他就是一种骄傲 看不起对吧 那都不行 第九 称心不受悔戒 若佛只自称教人称 我们骂人就算了 还找人来 我们一起骂他 一起呵折他 现在的媒体都是这样 透过媒体 拉很多人共同来骂这个人 对不对 有点像我们古时候 抓很多人来斗争他 斗得他扁扁的 不能如此 学佛了 学佛了 按照佛法 不能按照事件法 所以 称的因 称的缘 称的法 乃至造成称的业 都不行 而菩萨 因生一切菩萨 善根 无真之事 所以 我们要让所有人 不会生气 而且我们要种下这个 无成的善根 常生慈悲心 孝顺心 但 反更于一切众生 来自于非众生 以恶口骂乳 加以手打 即以刀杖 意犹不惜 那前面人 虽然你打他骂他 然后 他已经知道自己错了 对不起对不起 你还更骂 那这个 就太过分了 所以前人求悔 善言掺泄 以后称不解者 我曾经就看过 有一位信徒 好像 之前做错事了 然后他就供养一位法师 法师对不起 我供养你 你没资格 我不要你的钱 旁边的大家都 怎么会这样 因为这个法师 就忘了自己的身份 就会这样 因为生气 一生气 就讲了一个世俗的话 有时候各位要注意 你生气的时候 不要有人在你身边 不然你造的业更大 所以因为别人都感受 那种不好的气氛 对不对 这个特别有长辈在 千千万万不行 各位千万不要在 在长辈面前 去骂儿女 对不对 或者等等 第十 傍三宝戒 若佛子 自毁傍三宝 现在很多人 很喜欢在网络说 那一部经可能非佛说 佛陀讲一句话 你还没有成佛 千万不要用你的想法去判断 所以 有些人 譬如有一部经叫 白衣观音神众 对不对 白衣观音神众 那我也听过很多法师 告诉他们 那个不要念 那个是道教的 很多人念了很有感应 对不对 因为这个是观音菩萨的加持 甚至我去大陆 有很多地方的祖师 比如说 潮州 大颠祖师 大风祖师 那也有很多出家人会说 那个是世间道教的 那不是佛法 那这样一讲 就毁谤了 因为这些都是佛故意试现的 普安祖师 清水祖师 反而在台湾 没人拜这个了 是道教拜 佛教不拜 因为佛教认为 这个是世间 我们直接拜佛 那你不知道 祖师还是来试现的 更慈悲 硬化的 所以在这一点 不小心都会毁谤 而且告诉别人 那个不要拜 教人也毁谤三宝 特别是楞严经 所以楞严经是 一末法最开始消灭 就是最殊胜的楞严经 因为这个楞严经 如果大家去读魔 就障碍不了我们 所以在这一点 我们不是佛 但是我们取其精华 任何经典说法 只要符合缘起信空 那都是佛法 所以傍阴傍圆 傍法傍业 和菩萨见外道 其二人 一言傍佛阴身 所以如三百毛刺性 所以别人在骂佛教 你很痛苦 而不是生气 不是回骂对方 这个人好可惜 那佛法 这么多人不能够了解 很痛苦 旷口自榜 自夸自榜 何况用自己的嘴巴去 毁谤 不生信心 不生孝顺心 所以何凡更助恶人 恶见 人榜者 是菩萨婆罗一罪 所以我老实说 我想各位 如果你有学金刚秤 特别要注意 因为我在很多地方看到 学金刚秤的人 金刚秤也是佛法 但是他对他上师 就很恭敬拜 看到险教的法师 走过去 不理不睬 这个有这种现象 所以只有金刚秤的法师 在念经 他觉得好听 险教的法师 念金刚经 这个不好听 那因为这个 这样子也会让人 你就是在用你的身形 在毁谤 看不起 那这些是很可怕的 所以这几条 我特别念一下 那我想各位应该 多多的多看 然后多回光返照 这法王经 有很多大德做解释 后面有 《钦戒48条》 那这这部经的 一些经文 最好都读一下 后面也收集了 各位受的六重 《钦戒48》 《菩萨优菩萨戒经》 你要这样做成小本 就是多念 特别初一十五 各位先生还没有在 在菩萨戒法会 在一起忏悔 诵戒 诵戒意思是说 我们虽然受菩萨戒了 但是我们经常会违反 所以透过初一十五 如果有法师 逮得更好 大家一起来诵戒 没有也没关系 诵戒以后 自己回光返照 就像衣服 穿个两三天 总要洗一下 因为脏了 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 要百分之一百 圆满菩萨的 戒的内容 是不太容易的 但至少不小心违反 互相提醒 忏悔 所以就要经常这样 聚会 比较圆满 好 来自于爱 慈悲的奉献 就仅帮助众生 离苦得乐 所以 生命电视台 带着大家 吃素 放生 吃食 救苦救难 到处去利益众生 愿大家都 护持生命电视台 让佛陀的智慧 让佛陀的大悲心 充满这个世间 护持正好 1996-5232 1996-5232 护民生命文化基金会 云南 位于大陆偏西南的 丰饶土地上 有着变化莫测的云彩 四季如春的气候 多种民族文化的汇集 刻画在时光中的历史 以及多彩丰富的自然美景 早上在离开下榻本殿之前 海涛法师特别请当地的居士们 抢救了两辆大车的 本土原生鱼种 并为其撒进加持后 由居士们再去放生 随后即展开重圣寺三塔的参榜行程 重圣寺位于大理古城西北方的长山脚下 重圣寺三塔 可说是大理式的地标 始建于南少丰幼年间 被称为佛都 这三座塔的话 它是分两个朝代所建造的 中间的是唐朝的 维俄的三座佛塔 处立于重圣寺大门前 四东为大塔 南北为小塔 排列成三角形 大塔名千寻塔 塔高69米 一共有16级 新建于西元九世纪 相当于中国唐代中晚期 千寻塔西边 有南北朗座小塔 高约42米 建于大理国时期 即在五代末宋代初期 大众沿着石阶登上重圣寺 师父并为大家讲解佛塔的意义 重圣寺的书圣 以及祈愿大家都做观音菩萨 随时行慈悲 愿世界各国家 各民族 各种人类众生 都得到佛法的利益 《大佛经》 塔代表佛陀的菩提心 也代表我们修行的 成活的次第 由入三归一门 五界十善 佛陀生起菩提心 修八正道三十七道品 发起大悲心 修十波罗密 到最后成活 所以用佛塔来代表 佛的三生成就 乃至修行的次第成就 乃至从世间的 因果心 出离心 出离心 大悲心 菩提心 意识到成活 圆满利益众生 所以我们右落佛塔 离拜佛塔 要开发自信的 圆满的菩提心 所以请各位把佛塔 融入在你的心里面 乃至今天我们在 黄武圣寺所看到的一切 也更希望将来 每一个国家 每一个民族都能够像 当时候的大理国一样 以观音的慈悲来治国 乃至就像每个皇帝 最后都出家一样 这样呢 最后能够 以佛法的清净空性 来消除各种纷争 我想现在我们中国 乃至世界每一个国家 都是希望富强康胜 但是真正能够富强康胜的 就是佛教的因果道理 这种乃至有不执着的 出离心 对众生的大悲心 乃至生命的教育 就是希望众生 皆可成佛的菩提心 所以愿我们也在这个 古塔面前发愿 愿佛法的这种修行次第 能够让世界各国家各民族 各种人类众生 能够体悟到 所以佛陀已经把 这个世界的究竟离谱得乐 帮助众生的菩提大道 告诉我们呢 但是愿世界 所有人们众生都能够这样了解 来发愿 我们要推动 众生无边誓愿度 众生无边誓愿度 反而无尽誓愿端 反而无尽誓愿端 反门无量誓愿学 反而无量誓愿学 活道无上誓愿成 活道无上誓愿成 我点的烟共香 拿来善共 来自护法善神 六道有请父母祖先 大家跟着念 祈求除障碍 祈求除障碍 慈悲回向 慈悲回向 六道诸众生 愿离谷 其言离谷 活得一切乐 活得一切乐 回向鬼神 现在观想这个大塔 就像我们的身体 观音菩萨一样 我们的每一个毛细孔 就像大塔的孔 把我们的累世的功德 故事出去 那就是呢 从这个孔里面 出现了甘露药物 帮助恶鬼道离苦 定苦众生离苦 伤恶道离苦 所以我们 边绕塔的时候 跟念 变十咒 甘露水真言 药师咒 往生咒 然后大家呢 观想这个古塔 变观音菩萨 普渡六道众生 来 阿玛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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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音菩萨会做各种的视线 甚至在大理佛 视线成为国王 视线的各种情况 来帮助众生 我想各位不管你这辈子的身份是什么 男人女人 高癌胖瘦 有能力没能力 你都能够视线 就苦就难的观音菩萨 大家不要恨别人 不要伤害众生 想尽办法用各种的能力 来帮助周围的人事物 所以希望 整个昆明云南 地水火风 都能够圆满 我们走到哪里 大家都做观音菩萨 好不好 所以这几天不要吃肉 不要生气 修忍辱 帮助前后周围的人 用庄严的眼神 看着跟你经过的每一个人 希望这样来成就观音的功德 好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好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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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终生你哭的难 若是佛法的大慈大悲 世间佛陀佛的独生 优优优优独生 奔回 阿弥陀佛 优优独生 优独生 优独生 感谢观看